那兩場比的表演其實就已經值回票價了 所以市長說都假說的 假老的那裡假說的 但是事實上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謝謝 以前大家對農業的地區、鄉村地區、農村地區的表演 大家會覺得表演什麼啊? 不是要請補電影嗎?還是要掛影? 但事實上過去的一直對於農村的印象 形塑的就是農民很辛苦了 好大的村門提醒講講更 但我相信除了這樣子農民的農民朋友們的辛苦之外 農村的美麗 我們覺得其實在今年去台南四百年的時候 更應該特別特別的被強調 那所以在農村地景藝術節 那這個發想他們能夠找出非常多的地方 能夠藉著這個表演 帶入這個農村的美景 這個部分非常謝謝 當然最謝謝之一就是謝謝我們農業部 能夠照顧到地方的這個需求 所以能夠再支持我們 能夠把這個農村的美麗 許多地景藝術部 包括鹽田 包括連田 還有包括許許多多漂亮的地方 都能夠讓各位這個樂廳大眾 來自各地的好朋友 都能夠因此而了解看到 台南農村之美 謝謝農業部 更謝謝我們議會 各位議員的支持 能夠讓我們經費能夠通過 還有地方的配合款 那也祝福我們這個禮拜六開始的 農村地景藝術節能夠更圓滿 你剛說是這個三場 三加三就對了 六場 六場你看真的是非常謝謝 真是祝福大家 謝謝